尹姐即将来到 考虑到家中的婆婆妈妈会开始的大量使用瓦斯鲁煮菜 准备年菜料理 为了宣导正确的用火观念 外谱消防分队这一天是针对关怀据点的长辈们 来示范如何用锅盖灭去大火 以及破解灭火迷思 需要透过实际的操作演练 让长辈们在料理的时候 也能够更加的注意安全 避免引起不幸的灾害发生 现场示范用水扑灭锅中的火源 没想到火势却更加严重 外补分队这天向长辈们示范 正确和错误的灭火方式 让长辈们了解 若细油锅内正在烹煮遇到火灾 如果用水来扑灭 反而会导致锅中的油和火源溢出 引发更大的灾害 那是层火攻堡 那个是屯的一会越大 所以这种红环它都是不好使用 油锅起火硬变如果错误 会造成这个注目它很大的伤亡 所以今天透过实验的方式 来让各位长辈能了解说 遇到油锅起火 如果你直接拿水拨下去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以及我们正确的硬变 先盖锅盖 关瓦斯 然后最后才是灌臭风机 它的效果又是怎么样子 分队长表示 人离火不息和油锅起火 应变错误这两件事情 是最常引发火灾发生的原因 锅中起火时 民众应该要遵循 先盖锅盖再盖瓦斯的正确步骤 而针对外埔居民 多使用瓦斯钢瓶燃火料理这点 分队也呼吁民众要检查钢瓶的检验标卡日期 是否在使用范围内 以保障使用上的安全 其实居民可以利用简单的方式来检查 这个钢瓶是不是合格的 那它后面都会有一张蓝色的检验标卡 可以去看一下它下次检验的日期 是不是在我们使用的时间里面 还是如果是预期的话 就要请瓦斯公司呢 或者是煤气公司请他们再拿回去 拿一支新的过来 保障我们瓦斯使用上的安全 滚东西要用手机 一定时间才知道好转就行 没有就会 老师今天说得很棒 让我们这些老人都 大家都够一些地式 除了宣导正确的用火即灭火关念外 分队也叮咛长辈可多利用身边手机闹钟 计时器等3C产品作为辅助记忆的工具 确保自己能够随时注意火源 避免因为一时的粗心 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记者烂威台中采访报导